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为什么要求道 给尚未求道的有缘人 你听过释迦牟尼佛放弃太子的荣耀 出家流浪仿道的故事吗 你听过神光大师为了表白求道的决心 而自断手臂吗 古来许多高僧大德 跋涉千山万水 浪迹天涯 只为寻找真道 即使在这个时代 求道 仿道的人还是无以计数 尤其西方许多木道的知识分子 千里迢迢的远赴中国 西藏印度 寻找心灵大师 求道 求解脱 但寻找的人多 找到的人却少之又少 因为道 不像他们想象的在深山里 在寺庙里 道 不必远求 在古代 求道 难如登天 现在只要你愿意 道 就在我们身边 在城市 乡村 你的邻居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随时有人想邀请你来求道 只要你点头 就可以轻易的得道 古代高僧大德 千山万水 寻寻觅觅的道 你一定是个好人 如果有人度你求道 那代表在他心目中 你是个好人 因为好人 是求道的先决条件 有人对你说过 带你去求道 或带你去拜拜吗 如果有 那就是要度你求道 邀请你求道的人 一方面一定觉得求道很好 所以想要引度你来认识这个道 另一方面 他一定也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想要和你分享求道的益处 你一定会问 我为什么需要求道 为什么一定要求道这个问题 一千个一万个回答也不够 求道太重要太珍贵了 我们无法举出一千一万个理由 只举出一百个理由 希望你能够来求道 求道是人生 第一优先的是 拿一张纸 写下你这一身 一定要完成的十件事 你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只要是认识道的人 一定会将求道列为生命中第一优先需完成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为不同的原因 来到这个世界 但相同的都是要走向更高更完美的境界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一定要完成的事 各有不同 但有一件共同最重要的事 一定要做 就是求道 而且一定要让自己至亲至爱的人 都完成求道 这个人生最重大重要的洗礼 如果这一生错过求道的机会 将是最大的遗憾 而且难以挽回补救 为什么求道这么重要 我们从第一个理由来看 一定要求道的第一个理由是 求道可以超生了死 求道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求道可以超生了死 超生了死这四个字太抽象 换一个说法 求道可以免于下地狱 保证上天堂 这样更清楚明白 也许你会觉得 我还年轻 距离死还太遥远 但我们无法忽视我们都会死的事实 在这个必死无疑的前提下 保证上天堂而不必下地狱 是很重要的 这个保证是很认真 而且是可证明的 后面我们会一一解说证明 保证上天堂 超生了死可以说是求道最重要的意义 当然超生了死不仅只是死后会上天堂 还包括眼前现在 我们的生命精神层面 都应求道而提升 我们先就免于下地狱 保证上天堂这一点说明 求道可以保证我们死了以后 绝对不会下地狱 一定上天堂 至于天堂在哪里 天堂是什么 在东方 我们称为净土 求过道的人死了以后 会往生弥勒佛愿力实现的 弥勒净土 也就是弥勒佛的天堂 当然弥勒佛的天堂 和阿弥陀佛的天堂 上帝的天堂是一样的 你要说互为邻居也可以 要说是同一个天堂 不同的民族赋予他不同的名字也可以 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事实 只要求道 死后不必接受审判 不论是基督徒的末日审判 或东方的阎王审判 求道后我们的生命不归 这些单位管辖 直接由弥勒佛 及弥勒所属的诸佛菩萨管辖 至于如何证明 可以有往生时的身体柔软 面无惊恐 死后托梦正道 等现象来证明 为什么要求道的第二个理由是 求道 是贵依弥勒佛 佛经济在 弥勒佛世纪释迦牟尼佛之后 来救度地球众生的下一尊佛 所以在这个时代要得到救赎 就要贵依弥勒佛 而在佛教所谓贵依佛 指的是贵依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佛教依然还在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虽然他们也知道现在已经是佛陀说的末法期 依照弥勒上身经记载 末法时期弥勒菩萨将在 阎福提地球建立大皈依处 普度众生 但这个大皈依处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你是佛教徒 或研读过佛经 却找不到这个弥勒菩萨 所建立的大皈依处 一定要来求到 在这里可以找到 并印证佛经所记载的弥勒法门 前面提到 求到可以上天堂 不必下地狱 为什么求到可以上天堂 因为求到 是得到弥勒佛的一个保证 保证我们就此脱离苦海 登上弥勒祖师的法船 这骚法船未来会航向弥勒佛的净土 在佛经我们称都帅内院 是弥勒佛的净土 在道场我们有时也称无极理天 所以只要求过到 当我们在生命最后一刻时 会有先佛来接引我们 而不是黑白无常 我们死后也不会到阎王殿受审 而会直达弥勒净土 所以求过到的人临终非常安详 即使生病也都能够不恐惧痛苦 世间有什么比这个保证更珍贵有价值的 不必一百个理由 光为这个理由就应该赶快来求到 而且要带父母子女 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来得到这个保证 以发誓向你保证 求到的保证是直接向你保证 保证你未来会上天堂 而且不是空口说白话 是很慎重的保证 带你去求到的人赢保证 要在佛前发誓说 如果我是骗你的 如果你求了到没有超生了死 我愿受上天惩罚 愿受天人贡献 如果带你去求到的人 没有确定这个保证是真的 绝对不敢在佛前发誓 为你保证 当然你还可以去求证 去看这些有求过到的人 往生时 是不是身体柔软 第三个理由 求到是最好的保险 你有买保险吗 求到可说是人生最好的保险 我们人生总在未得到保障而辛苦忙碌 甚至要为自己不确定的意外可确定的晚年 以及死亡 买保险 但不论多好的保险 只能保证你出事时有金钱赔偿 然即使赔100亿 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 或已经往生的你 又有什么意义 最多只是 家人得到生活保障的心理安慰 求到是最好的保险 受益者不是别人 是求到的你 当然你的父母子女 以及身边的兄弟姐妹 只要你读他们 都可以一起受贿 不必付王贵的保险金 只需要200元功德费 就可以得到尼勒佛 及诸天仙佛菩萨的保佑 照顾你在人间的一生中 身心灵的平安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离开人间时 不会恐慌 仙佛会来接引我们到天堂 这么好的保险 只要200元 您应该要 DOM 我们为您优优忍